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部份的錄音廠檔 去到馬會一里錦標的場合 今季我們看到這些前哨戰有很多新星 不過舊的好手也不少 尤其是馬會一里錦標裡面 高冬妮馬房放了幾隻頂尖一里馬 這幾隻在高冬妮馬房裡面 都算是頂尖一里好手 美麗之星、美麗大師 固然之經常都在最頂級的一里賽事裡跑得好 甚至乎你們說醒目明驅 雖然說他贏馬的指數較少 但問題是他的能力也不可置疑 但看看當日的場地 還用B加2跑道 看看會否是離放 如果離放來說 就會對美麗之星更加勝算高一點 其實這群馬今季都跑過兩場 又不是很差勁 初出那場跑1400 回來也有第三 但之後再跑那場1600 可能用不太熟手的何宅堯 回來也只有第七 當日就A跑道 不算是很利放的 但問題是 慶典盃這場 美麗之星這場就跑第三 不過開邊上來的就是狀師飛 另外後面捐上來還有一隻美麗大師 我是這樣看的 狀師飛這場是有一點好處的 因為這場是楊寶賽 他有什麼很輕綁的 所以就很優勢 但問題是 美麗之星在這場放回來 終點前都頂不住 他扣雷加半童主的美麗大師 因為在我的心目中 美麗大師跑1600 是比1400更好 但連1400上來都追過 美麗之星的話 所以我就覺得 美麗大師會是高東林馬房 三紅之首 也是的 尤其是這次 這是條件樣綁 128和123 相同磅位當然是 路程好 比較清先 不過剛才我們看到狀師飛 一下子掩蓋 其實大摩怎麼會只有這隻 還有喜連掌聲的馬 喜連掌聲 如果我們說近況 狀態是相當合理的 上一次好像比較厚 追上來 僅僅只有第二 但輸給前面那隻 就是馬上發財 對,為何會輸給這隻 那隻是否真的 賺了萬步速形勢 喜連掌聲在裡面揣上來 不過又是這樣 喜連掌聲 在這堆馬裡面 今季他跑得比較多 是 因為他已經先後跑了三場 但不要忘記 喜連掌聲 這場賽事裡面 他雖然是跑第二 但其實因為他今季 長一長都要揹重磅 這次才是真真正正 第一次揹回123磅 其實如果你說 在上季 上來大摩那幾隻質身馬 其實每隻都是什麼輕磅 你會看到 甚至退出了那隻街龍區 這隻狀屍飛好 都是輕磅上來 唯獨是喜連掌聲 可能因為上季贏得多 所以今季應該要揹重磅 這次其實揹輕很多 其實也是 因為那些輕磅馬 或低分的馬 要爭入長短 是 爭了先 這次大家稱為平磅跑 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也不出奇 不過再數下去 其實也有很多 蔡悅漢陣營的馬房 也會看到 首飾太陽也好 泳翠繽紛也好 這些都是正宗的一里馬 也是的 但我也可以看回 他們近期的試集 那為什麼要看試集呢 就是說 因為沒有電腦 近方一般 在視片 因為這兩隻馬 今季合共跑了幾場 其實沒有一次跑得近 其實尤其是泳翠繽紛 上季也去了東京跑場安田 回來也大敗 今季復出跑了兩場 一場千四、一千六 真的沒有什麼走勢 其實輸得很遠 其實第一場跑的那一場 我也覺得給他一個藉口 上次再看看他跑得如何 嘩 也是這樣的 對 首飾太陽今季只跑了一場 那一場 不可以說 那一場結果是威爾頓長男 他在千六上來 把你們打擊 但是如果你說首飾太陽 他以往在香港 飛冠即啞 上一次是終於第一次失三甲 但這些獲士集 他只不過是緊緊輸給 例如幸運元夜那些 其實是不錯的表現 我是這樣看的 因為上一次首飾太陽 輸給威爾頓那一場 因為第一 他自己走了一個 當日內蘭不利的場地 希望是因為這樣 然後才跑得頑皮 熱了一場身 希望會好一點 我也同意 因為首飾太陽其實未熱身 而且體重上 當日就重了二十多磅 隔了暑期 馬身是比較重 但是經過一場熱身 蔡翰這期的攻勢也正來 首飾太陽也是部署這場 也要欠一點入場券 當然 今次用莫雷拉 就不是外拼人回來 是的 既然是這樣 馬身不算很多 陣型只有兩三個 到底我們會怎樣選擇 我自己 其實美麗一對我都喜歡 美麗大師 我會稱善一點 因為始終千六 真的是他的最首半路程 然後有美麗之星之外 喜連掌聲 因為今次終於揹回輕輕榜 怎樣也有些獎勢 我比較喜歡大摩的一對馬 喜連掌聲、壯師飛 喜連掌聲 剛才也提過 他經常都後上回來 只是輸一點點 但還是揹個榜 好一點 今次有機會贏的 壯師飛特地找到毛斯伊來 我相信毛斯伊不是只這樣 八閒來騎一隻馬 也是想贏的 欠入場卷 另外剛才也提及過 首飾太陽 賽漢的馬 熱身了一場 下一場會有機會保重 極之認同喜連掌聲 尤其今次有報民跑 這些馬是眼淨很多 我相信發揮應該會好些 美麗大師全場最高分 但受讓五磅 無論如何都會好 加上方輕微硬的壯師飛 好 馬會一你錦標說完了 還有一場就是馬會杯 這場中我自己覺得是混戰 因為反而沒有後期的馬在接班 其實最麻煩的 上次威爾頓和將南 竟然在千錄那裡跑第一第二 最麻煩是這場 因為上次沙田錦標 其實當日路程來說 他一對馬都嚴短 第二 當日他們要133磅 要重磅 竟然美麗之聲和首飾太陽就是這場 在前面走到內蕩不利路段 看到開面的馬都走出去 他們兩隻都是傻傻傻傻的 躲在裡面 結果回來就舉報維戈 開面三隻馬都蓋上來 其實除了這對外 其實美麗大師那場真的有機會 但偏偏 因為如果大家都背了三三 他真的未必夠過那對馬跑 不過如果你說這次跑到2000 我相信這兩隻 即使你說是128磅也好 那五磅差距 都依然是零價在後面 因為這些賽職上 根本在上季前季一早引證 是遠超你們的 我想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其他的馬 即是2000那些 上來跑 好像你說跟這些 威爾頓和將南 這些國際一級賽盟主 好像真的差很遠 級數上面 尤其是那三匹的大碼馬 起連巨星、旗滑、東方快車 其實級數來說也是稍為似的 起連巨星 起連巨星 今季其實就沒有什麼形狀 你見過 跑過去 也不是狀態 以及旗滑那些 贏了的一場 這次找到蘇兆輝 不過排著一檔 東方快車 級數也是有待懷疑的 好了,接下來 除了兩隻這麼硬正的高分馬 還有一隻馬 軍事出擊其實都是一些2000的專才 年紀有很多 但是吸引到莫雷拉去跑 其實我想最主要原因 因為軍事出擊 原來看上去 對上三年跑這場 要不贏 要不上名 他似乎每年都很集中 火力在這場上 所以到現在還未退任 目標清晰 每年都是部署在前哨戰出擊 賽前都試貨 泥閘就試得不錯 這個草閘 是草閘 1600米的草閘 放在前面 也挺輕鬆 你見過嗎? 鬆一鬆薑成隻馬多肯走 其實我想莫雷拉 因為試了這些貨 所以才… 也不錯 還有 其實大家都明白就是 前哨戰 很多都未必去到火紅火龍來跑 但是不是 軍事出擊 告訴你我每一年的目標都是 我先後退回來 還有我也記得 莫雷拉跑這場馬的成績都不錯 還有這個馬 因為他每年都… 他後退這一場 好,幸好他每年都背23磅 如果大家都是馬王級的馬來講 你要讓我5磅 怎麼都是比較好處 因為他也贏過很多 Group 1的賽事 關節出擊 另外,邊線 天才我都很喜歡 這些馬其實上一次都… 艷艷艷艷艷在裡面捐上來的 其實是的 因為說的是婦女銀袋那場 剛才我們看馬會 你剛才看過 再看一次 有很多馬分圖 有些馬上來這裡 譬如東方快車、奇華、火紅人 也是來了這一場的 沒錯 前面馬上發財 精氣神 結果馬上發財在前面走了 後面馬完全追不到 不過還是那句 你始終跑樣榜賽 你被一隻輕榜馬走掉了 也挺麻煩的 所以這場就覺得 在連掌聲裡面 那麼重磅追上來都很難 天才很遲才亡空 反而一隻馬東方快車 今次莫雷拉不跑 兼車的檔位很頑皮 看來分數也蝕得太厲害 其實未必會後退 原本我也覺得 這隻可能是後起之壽 不過排位後 形勢實在太差 對 變了可能會秤低一點 沒錯 既然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場馬也不多得九匹 大家提供一下 其實威爾頓和匠男的對馬 其實因為跟對比其他馬方面 他似乎就算約五磅也是好 東方快車的檔位 形勢實在太差 不過他仍然是唯一 可以上來挑戰到 一、二、三個三隻馬的其中一隻 所以希望他這場會跑得好 或是跑得近一點 都喜歡威爾頓 上次都能夠跑得回 步步在800米踩油開始發力 回來都能夠押著其他對手贏馬 還有將籃 這次都是部署目標 邊線分子 我是挺喜歡天才 這次不是偉達跑 找一下羅里亞 羅里亞即是接下來要停賽 這場賽事 特地找他跑 我相信可以爆一條直路 很簡單 三個小號碼 不過因為3號有受陽五磅關係 就先走 3、2、1 一於 也要提醒各位 馬會一里錦標 馬會杯和馬會短途錦標 是當日星期日的六、七、八場這三場 而新加坡那場巴克錦標 我們會讓直播八場賽事過來 而直播時間是六點三十五分 星期五的六點三十五分 大家記得到時留意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次再在大賽前 和大家論戰 至今